德國總理默克爾對歐盟最新達成的有關難民和移民問題的協議感到滿意 並呼籲美國、俄羅斯和中東國家協助解決難民問題 星期四默克爾向德國議會 簡要匯報了目前難民的危機 默克爾說他很滿意今天的結果 雖然他們知道促成全面解決難民問題的所有條件還未成熟 但他們已經是走出了必要的第一步 接下來還有很多路要走 歐洲理事會相互交換意見更好感了解目前的局勢非常重要 他必須說有清楚的跡象顯示他們都認識到 這是一項共同需要解決的問題 這就是為什麼他們必須採取剛剛提到的步驟 星期四清晨 歐洲理事會在布魯塞爾是舉行緊急峰會之後達成了這個協議 歐盟28個成員國的領導人 同意增加對黎巴嫩、約旦和土耳其等國家的援助 一些國家召立了數百萬逃離戰火的敘利亞難民 歐洲理事會主席陶斯克說 很明顯最大的難民和移民浪潮即將到來 因此他們需要修正門戶開放的政策 現在是重點應該放在妥善保護他們的外部邊界和向難民 以及他們的鄰國提供外部救援上面 歐盟領導人還同意在11月底前設立熱區 使得歐洲專家得以盡快登記 以及因別有資格獲得難民保護的人 現在還未清楚這些國家是否已經就 如何應對湧入歐洲的大批難民達成共識 此前歐盟國家的內政部長 星期二通過了向歐盟28個成員國 分攤12萬難民的配額計劃